人间若有天堂 大马士革必在其中 叙利亚人们一听到这个名词 就会觉得争吟了 在新闻上看到 仿佛危险混乱 形容的就是它 但它的首都大马士革 却被称之为天堂之城 过去网绘环游世界的这一战 准备从约旦王国 前往天堂之城大马士革 现在前半就是叙利亚了 距离叙利亚还有22公里 本来想坐公交过去 但是现在没有公交 就没东西能打车了 那咋是资计啊 不靠谱 赵总算是本地人啊 赵总算是天气热 你个外国人不懂理啊 你就没它走不了了 它给我开架 22公里给我开架100人民币 哇 你开玩笑 我跟你说咱不惯它 现在就先往边境走吧 真是好热啊 这个赛的脑壳有点疼 好 现在我要拿出点 这个看家的本领 拉个车 哎 这个有货车停了 哦 满了吧 你先拿出看家本领来 这哥们可以啊 这哥们是 这是Police 对 就是穿着防弹衣 手拿格局的那个Police Good 本来来的挺早的 可谁知道入境的时候 折腾了四五个小时 虽然进来了 带着朋友给我发的邀请函 支付了12美金的签证费 但是天也要黑了 我的原则是天黑后 尽量不行动 只是身边没有住宿 也没有巴士 只能硬着头皮 又达了免费的货路顺便车 现在已经到大马士阁了 这个地方感觉也是一个大都市啊 这边房子特别好 你不说的话 我以为在中国呢 这房子建的 都特别漂亮 空调啊什么都有 现在去别人家坐一坐啊 来广州和义乌进过货 过外中国文化 他邀请我来本地人的聚会 我觉得天太晚了 也不安全 我就断然拒绝 但听说能蹭饭 不是 听说能够了解本地的上层文化 那我觉得还是值得去探索一下 现在来到了一个别人家里边啊 他们这边的习惯也都是席地而坐 然后一个大地毯 旁边是沙发 头顶一块布 全球我最富 这边的喝啥方式就是 每个人喝完之后 特别浓的咖啡啊 特别特别浓 就这么一小点 好浓啊 就是每个人 每个人喝完之后呢 就把杯子拿给下一个人 所以这个杯子就是 这家还好 刚才那家是一个杯子轮一圈用的 这家两个杯子轮一圈用 Thank you so much 这是有点心 吃完喝完跟叙利亚江湖上的人 吹了半天牛 想到年我在中国旅行视频界 火遍半边天 广告代言街道手软 又想当年在索马里混得风生水起 在阿富汗大名远洋 在伊拉克纵横百合 我不知道他们信了没有 反正我是差点就信了 第一次来叙利亚 居然就跟陌生人在一起 玩到凌晨一点 我对这个国家的安全性的理解 发生了大的颠覆 明天我们一起接着聊叙利亚 我们下期见